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1月6日 圣日耳门取圣在望 星期四凌晨 发夹有巴黎圣日耳门张作客挑战圣伊天 巴黎圣日耳门今季表现软胜圣伊天 而且他们整体实力和状态都好过圣伊天 所以金像体号巴黎圣日耳门顺利海旋显然是明智之举 在豪取一波联赛三年胜开局之后 圣伊天的表现严重走样 是最近14轮联赛当中 他们只拿到可怜的一场胜利 期间更加有过一段七连败的惨痛经历 可见球队现在的战斗力确实不可以高估 由于频频失分的关系 圣伊天在17轮联赛打完之后仅拿到18分 只能为居职分榜中下游为止 攻不锐手不稳的问题 在今季一直困扰着圣伊天 他们联赛到现在军场仅能攻入1.06球 而军场失球数就多达1.47个 球队战绩差竟确实是情理之中 另外 圣伊天阵中明显缺乏能够一锤定音的强力攻击手 他们现时在联赛当中入球最多的邦加 和夏蒙马军都是有三个入球 这些攻击力显然无法威胁圣逸以门的后防线 就算金仗助阵主场 但圣伊天已经连续六轮联赛主场没赢过波 球队主场增胜能力堪忧 而且他们最近两次主场迎战 圣日尔门都是输波打击 期间共失五粒之余还要吃白果 可见球队金仗毫无主场优势可言 今次面对实力强横的圣日尔门 圣伊天恐怕只有寄望输小当赢 在阵容方面 后卫马干因伤缺陣 另一边伤 圣日尔门在法甲的统治力就不用多讲 近年的法甲錦标就好像是专门为他们而设 而在今季联赛当中 圣日尔门的整体表现和过去相比似乎信息不少 他们前十七轮联赛已经输了四场 目前有35分型牌在即分榜前列的位置 幸好同身前的李昂和李仅有一份之差 只要接下来恢复昔日的霸气 联赛冠军依旧可以守到琴来 提到圣日尔门就肯定不可以不提前锋麦巴比 A位球员联赛到现在已经攻入12球 暂时在神射手榜当中领先 冲击力十足的他金仗绝对是圣伊天一众首位的恶梦 另外圣日尔门近况也较为理想 上轮联赛大炒史特拉斯堡之后 他们最近三轮联赛斩获两胜一和 期间攻入六球之余并保持龙门不失 状态是有所保证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拥有联赛尔门基因的朴志天奴已经正式 接过球队教边 这位瓦根廷教头之前已经在竞争激烈的英超和欧贯赛场证明过自己的执教功夫 现在回到熟悉的法甲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假轻就熟 正所谓换岁如换到 圣日尔门一众仗是金仗定必会格外卖力 以便在身碎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球员战意之高无庸置疑 再者 圣日尔门近年堪称圣伊天的苦主 他们对阵圣伊天以豪取五连胜 期间四度凌风对手 可以说是完全链压之势 球队今次出征必然是剑子三分 在阵容方面 前锋尼玛同后卫巴尼特等人 因伤无得踢 中场拉芬拿因感染新冠无法出战 你听紧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李斯盈报道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球不等人 马上下转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篮球的赛事